是驕傲的臺灣吉桑 選擇三千人齊聚的社群之夜 滅活氣開場蔡英文最新競選歌曲 較近同天公布的韓國瑜 自己的主場蔡英文自然是壓軸感性催票 以一個在2008年剛剛敗選的一個政黨 我後來覺得我還是要打這一仗 那那時候誰救了我呢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是三隻小豬救了我 主題讓年輕人勇敢衝一波 小英告訴大家人生有起有落 十一年前的自己也曾為這個黨勇敢過 我們那個整個黨失去了政權 而且在2008年選舉的結果並不好 很多人說民進黨在20年內 都不會再站起來了 我不太需要去擔心錢的事情 但是做了黨主席以後 我每一天都在擔心 從女力崛起再談2010年 出戰新北施力 還有當黨主席怎麼帶領大家 從頭爬起 要在場的年輕人回首過去民進黨的辛苦 熟悉的孔中牌也適時再掀出 主權跟民主是受到壓力的 我要宣布一個重大的計畫 叫做鷹眼部隊 選戰逼近誰能勝利 當然也不能只靠一個晚上的宣傳而已 小鷹正式下召集令 要綠營歸隊全力搶攻2020 記者 陳怡璇 溫文宣 S&G小組 台北報導